也是自己的故事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 最平常就看起來就是好像 人家可能覺得 喔她什麼東西喔 她很幸福 然後她很開心 然後就是她 就 好好喔 其實好像會讓人家 好像覺得很討厭的那種女生 不會 但是會有一些刻板印象 對不對 會覺得你應該是怎麼樣的 對對 然後我就很希望人家不會 就看到我的時候 就會去把我就是定為一個形象 或者是覺得 我就是這樣子的人 因為其實我看人家 我都會希望就是人家 可以給我一次的機會 可以給他們看清楚 就是 欸其實詩雲她不是只是這樣子 她不是只是就 喔就是好像 喔可能就是一個 非常就是 家裡環境還不錯的一個女生 她非常是寵壞的女生 因為其實我真的不是 我私底下真的 很多的情緒 然後我給很多的愛情 都給朋友 然後都給就是很多其他的東西 然後包括就是 我有時候看到什麼東西 我都會就是很容易被感動啊 什麼東西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 嗯 我的人就會很快就會被人 可能覺得 喔就是 喔我不太了解她 沒關係 反正她就是這樣子 我就不喜歡她 對可是就沒有給我一次機會 所以 對所以其實這首歌 它就是說 你不懂 就是你不懂我 就是你不會懂我的就是悲傷 因為其實我有很多情緒 可能就會悶在裡面 嗯 我不會想要帶這些情緒給人家看 嗯 因為我希望是帶給人家是開心的一個彩虹 一個太陽 嗯 那我的黑色的部分 我會就是 自己藏起來 對藏在就是很深很深的地方 對 然後其實很很少人可以看得到這個部分 嗯嗯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 這是就 就寫進歌嘛 對 嗯 所以就是大家就可以透過歌來認識 這個比較 可能黑暗一點 時雲大家都看不見 嗯 其實我是有很多feeling在裡面 可能就是 也有 就是這段路其實走過來 也就是真的還蠻辛苦的 對我來說 不是說就是什麼東西都是一次來簡單 嗯嗯 對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不只有我 嗯 對所以希望就是這些歌可以帶給大家也是一個勇氣 因為我 這首歌我覺得 很多人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共鳴 就覺得 欸其實我也是這樣子 嗯嗯嗯 就是我每天也是就是來上班 來開開心心 可是可能私底下就是有很多 家裡發生的一些事情啊 不愉快 或者是跟男朋友吵架 這些全部都是你的私人的一些 不會告訴其他人 對你不會就是告訴好像 喔同事喔對我今天跟男朋友吵架 對然後什麼東西 對因為其實這就是比較 對私人的一些就是情緒 有的人自我揭露程度很高啦有沒有 就比較不會像我們這樣比較悶在心裡 不會得憂鬱症 會嗎 哈哈哈 沒有其實有時候我也會就是講出來 可是就是就比較少 對 可能就是要很親近很親近的時候 很熟的朋友 對很熟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也講那麼多人家可能也不太care 所以他就OK 對 所以其實就希望這首歌可以帶給家家 就是這種感覺 希望我的聲音可以陪伴很多人的一些 可能他們難過的時候 或者是開心的時候也可以 對 嗯 嗯 中文字幕——YK